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水军 广微博 封账号 中国严厉整管网络 新闻时事报齐亮为您播报新闻 今年1月1日起 中国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实施 根据该法案 刷单 炒信 删除 差评 虚构交易等行为都将受到查处 网络水军 职业差评师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处罚 2月2日 中共网信办公布了针对微博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对网络社交媒体的管控更进一步升级 将于3月20日施行 中国公安机关自2017年5月以来 对收钱协助炒作议题三文的网络水军进行打击 共计抓获200多名犯罪嫌疑人 关闭5000多个账号 上万个违规网站 以及数千万条恶意炒作讯息 中央社报道 中国大陆网络水军常常充当捧人推手和网络打手 将时下的新闻热点和网民情绪结合起来 通过借势和造势达到行销目的 网络水军往往是只要给钱 客户提供什么样的内容都发 界面新闻报道 其中打击三达哈网络水军案 是中国第一宗利用网络实施网络水军 非法删文炒作的案件 也是第一个打击网络水军的全国扫荡 参与的省市共有21个 此案以三达哈网站为核心 业务遍布各大网络论坛 通过建立网络平台共享资源 相互合作 形成付费删文发文灌水的中介模式产业链 实际执行方式 即网民在网站注册成为雇主 网络水军注册成为推广服务商 雇主通过网站发布任务 包括社交圈转发 植入性行销等等 推销服务商认领任务完成后 雇主结算佣金 三达哈网站可提供关键词上首页 公关危机处理品牌及产品行销 植入性行销 撰写新闻稿等服务 并与各大主流网站建立发布新闻稿的管道 三达哈的另一业务 就是帮助当事人删除负面文章 一名涉嫌收费删文的张姓网站人员表示 遇到温和的文章无法删除 就需要有人来灌水 发布一些黄色图片和违规的广告 中国大陆人民网报道 在家轻松赚钱 动动手职就能挣钱 这些网上常见的兼职 其本质就是当水军 互联网时代 网络水军能瞬间让某个公众号上的 一篇文章阅读量过十万 也能短时间内让一段视频观看量过百万 网络水军严重扭曲了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效果 误导了网民的注意力 对于网购来说 评价就是口碑 是引导销量的重要因素 在电商平台上 一些爆款商品所谓的好评如潮 其实往往存在不少水分 几元钱就能买一条好评 一些网络平台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 使刷单成为一条暴力产业链 随着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整顿打击 水军也在不断进化 想尽办法钻漏洞 除了刷单刷榜 这些水军组成的网络推管公司 业务也在不断扩大 不仅可以刷 还可以发 在淘宝任意打开一家网络推管店铺 记者看到 这家店铺可提供各类新闻媒体的发文服务 门户网站 新闻网站 专业网站 应有尽有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 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 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对于违反此规定的 由监督检察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中共网信办2月2日公布 针对微博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共18条 包括微博客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 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分级分类管理 辟谣机制 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及行政管理等条款 新规要求 按照后台实名 前台自愿的原则 对微博客服务使用者 进行基于组织机构代码 身份证件号码 移动电话号码等方式的 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定期核验 此外各平台必须建立辟谣机制 发现微博客服务使用者 发布传播谣言和不识信息 应当主动采取必要措施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其量为您播报的新闻 感谢观看